全風鎮住邪惡淚 大刀劈盡無理事 逢星期四晚九點半 現代蠔合轉 客家佬 閹雞 四海 啤梨 西瓜旗再解潛水之謎說 我內藥 我們在香港在香港做另類型的反應 我們是否會變成雲 而是鎮魚 不知道是陳雲的西瓜 還是肥鵬威力大 潛水一陣的梁天琦終於浮上來 之後那晚還在自己的網台交代 兩個月來 為報讀海外Master很忙 要interview 要寫CV 要寫自己的research proposal 總之一堆事要搞 不過有些事不是王台仰問得到 他在星期六出街的NowTV專訪指揭 為何印白揚大釋法這麼大件事都不回香港 說自己因為年初的王國騷亂 被控暴動等罪 單事到18年1月才開心 不想又雖多單要即時還押 承認是耐弱 辜負了大家期望 很對不起 香港人是喜歡落井下石 最喜歡看人家 說不想站出來又不走到追前 搞到好像叫人家做自己又不做 難道這個人是想串教主 但這麼辛苦推了Plan B上位 到最後竟然因為有成本又玩了自己的宣誓 而沒有意直 他說會和清淨共同承擔 不過說明自己 和本文前都不會參與補選 也不會為任何人站台 說不想再寫前難打 什麼時候時代革命 什麼時候時代革命 什麼時候寫到一本 什麼時候寫到一本 一本建國方略 那我是給不到 那我真的給不到 所以才要趁這段時間去讀多些書 思考一下組織未來的角色 我心切同情旺局騷擾中的各位被告 可惜你們沒有機會去牛津哈佛深掃 那看來陳雲要準備多些西瓜 好 回來第四次的言論合詛 我是比利 四海 下個樓 Munky 好 馬樓 好 我要先回答一下網友 Renee說 找一晚住在劏房 家庭需要公屋 還是有百多萬資產 家庭更加需要公屋 為什麼搬出去一定要買樓 不可以租私樓 這是哪個家庭更需要的問題 我100%同意你 但是Renee 讀書就真的不能夠讀水 我們這個世界這麼瘋狂 就是因為大家很多時候會思考這些 絕對公平的事情 事實上我做節目講的事情 我也是做這麼多個節目 一個星期 在我平時的比例很少 因為做節目起碼打了七八成折扣 有很多事情我都講過 我希望大家要先挑通一下 你說的是道理 當然是住一晚住在劏房更加需要 但是你搞不搞得到 你搞不搞得到 你是不是真的想打架呢 如果要這樣計算 大部分差不多 現在百分之六七十 甚至乎八九十的公屋戶 要搬出來 因為正常來說他們有儲存 已經幫到一個難關 外國事實上有些公屋的政策 是幫你一個限定的 有些國家是這樣 例如十年 五年 他們不想理你 但是如果你是 因為這就是我經常說的 你是要做不到絕對公平 但是要搞得平 還是要絕對公平 但是搞不得平 就是你每個人都打 什麼了 就是這樣 你道理我當然明白 好 我們不經不經意 尤其是在播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沒有看過 我就想究竟我講不講了 整個青年申請的事情出來 我其實因為大家又不是很聰明 我已經是曾經講到 我是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支持青年申請 那些人是要逼我畫公仔畫出場 我已經講過 我是不明白為什麼到現在 我現在還有人支持本土民主前線 但是那些人是要我畫公仔畫出場 你們放心 我是不會畫的 為什麼呢 第一 小時候年輕的 你們隨時可以插口 嚇得到 是不是大了 不是 絕對不是 他有權去爭取他的將來 我們也有我們的將來 但是畢竟 老實說 他的將來比我們多 千萬一 其二 他們現在面臨的處境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這一幫人 不夠積極 如果我們是願意承認責任的話 第三 我不會去說他們究竟做過什麼 因為即使你把那些東西都放出來 他們都覺得他們沒有說錯 他們沒有做錯 你是說服不了他們 這是一代兩代三代人 對同一件事物 那個主觀的不同看法 你是不能說服的 譬如 黃毓民說 你怎麼搞錯我來支持你 為什麼你不來支持我 或者給你支持我 他會覺得這樣 你是沒有義氣 但是他們覺得 我又沒有叫你支持我 那時候你說支持我 他們這代是這樣 他們是會這樣想的 不要說這代人 就是不能說服的 對 我今天不是想討論這裏 你好像說 我看到網上互相 大家又說你挑票 又說那樣 其實梁天琦是最慘的一個 在開始的時候 黃毓民和熱血就不說過 說過一千次 黃毓民是他的朋友 教主就幫他 我當他承認教主幫他 他現在的小孩子 其實猴子 我們都小時候小時候 我們就出來四四六六說 例如我們在節目裡提過 林康誠也提過 我們為什麼不打電話給玉敏 玉敏這些老陣體 你說你叫我去哪裡 我很想 不過你也知道 我那些兄弟有些人 不太打電話給玉敏 溝通 你問一下 話頭就聰明了 是不是 我不知道是否全部這些事 好了 現在還在爭論 又說誰可以討論 多鞠魚 多鞠魚 首先我最想批判的 就是那些人 我不管哪個陣營 就說為什麼你不出來 帶領群眾 他就認了巢 認了巢 誰可以叫人出來帶領群眾 即是有些人說 你不去做 經常說 你叫人去做 老實說 就經常冤枉黃毓民 黃毓民都這樣說 叫人去做 我到今天我也是這樣說 你們這些人 很多時候 包括 有很多時候非是來自什麼 聽別人說 你自己都沒有去聽過 你自己都沒有去聽過 究竟 人家是不是這樣說 我真的 我聽旭文這麼多年節目 我沒有聽過 他說那句 你們化了一點 明天集合三五七人 你可不去哪裏 打拆誰誰誰 沒有 沒有這樣說過 他最多就是說 你們這樣的和理非非 是不敢 夠不夠膽 你可不可以 睡起反抗 如果不是 就聽疑問 一下子就回家睡覺 不要說那麼多 是這樣的 這樣算不算是煽動的後話 好嗎 對梁天忌你有什麼看法 怎樣說 說真的 只能夠說兩個字可惜 他所做的事 大家有眼看 現實擺出來 他是將整個香港的 比較低潮 也不要說沒有了 反正令人 我都不看這件事 這個未必是他主動想做 除非你有證據 他主動這樣做 那就鬼了 你說客觀事實 你沒有辦法 客觀事實所作 所謂就是這樣做 有時客觀你怪不到那個人 他又不是想這件事 我只是想說一件事 以他的年紀 當然我絕對不是說 支持本錢也好 清淨也好 但如果這個時刻 我只可以說 他是一個悲劇人物 我就不會再去怪責他 我只是這樣說 為什麼 你怎麼看天忌 很多事情是回應得太遲 已經過了個時機 為什麼都這麼遲 你怎麼看天忌 你認識他 世事動明街學問 人情煉達跡文章 你要求一個二十多歲出頭的年輕人 他很動色世情 怎樣跟人際交往 是難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明白我們的觀眾 或者一些比較激進的陣營裡面 因為這件事說他們是反骨仔 怎樣怎樣 我想公道一點這樣說 除非大家很有證據確鑿 說他完全有鬼氣的東西出來 否則我覺得很多事情 其實整件事來講 以澳國人來說 我是唯一覺得天忌做得很不厚道的 就是巴哲澳梁仲恆 幫他出來行那個Plan B 代了他 他被人D高了在新加東的位置 而巴哲澳這樣被人壓迫 而他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我覺得這件事 我也會譴責他這件事 然後其他那些說 什麼泛國仔 什麼鬼鬼鬼 整個本土運動 被你們兩個搞散了 如果你們兩個真的有這本事 他是一個大英雄 不用去美國哈佛讀書 對於本民前 在臨選前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我又聽到很多這些事情 不要投票給黃毓民 那這些說法你們怎麼看 我 我問你們怎麼看 不投票給黃毓民 黃毓民夠票 他們有些英俊的 可能是他們下面的英俊 在問題上 你說你怎麼看梁天琦 開頭我都覺得這件事 有些希望 怎麽不知 你怎麼看 選了完 你說走這些東西出來 喂 雖然不是說爆了以前 喂 所講的東西 什麼什麼什麼 毓民怎樣聯絡你們 阿達怎樣跟你們說 我可以說這兩條是短命仔 你說我說的 你可不可以讓我弄一件藍色衣服去 去跟他拔六號仔 你說我說的 這些短命仔 我又來了 好了 幸好有個猴子在這裏 如果不然大家都是和你非非 我告訴你 各位 這兩個短命仔 你意思是 他不是那麽差的 因為現在是我們整一代的年輕人 都是這樣 其實 其實是這樣 老實說 我不會 為什麽 我不覺得 現在二十四五歲 就真的這麽有機心 很難的 老實說 30歲都不是 為什麽有些事情 你們是聽我們說 看Facebook 我們是身處在現場 用眼看的 用心去聽的 去感受的 包括那幫港大幫 你自己走出來 黃宇文就幫不幫你們 你自己答可以了 你自己問心一句就行了 問心一句 好了 有人說 波仔有些人說 常常說什麽政治倫理 我現在要這樣說 黃宇文當時 說得明政治倫理 在那個位置 給回楊岳橋 好 後來因為見到天琦是這樣 於是要給他一個說法 你不需要管黃宇文的政治倫理 對 但用這樣反正就證明不到 梁天琦的政治倫理是對的 去不去 就是人家幫人去 要這樣說 就在那次普通 沒有黃宇文 你有六萬六票嗎 你六千票都沒有 對 是嗎 絕對 你整條人都沒有 你整條人都沒有 為什麽要去承明 現在那群男子就是逆反 什麽叫逆反呢 整群男子之前那些 只不過是想擺脫所謂大人 對他們一直的信不信任 但我要跟你們說 包括我兒子在內 你們這群男子真是崩州 我十四歲 我十四歲 上年放數 你跟大哥收幾十萬回來 你那些傻瓜 都不得了 那些人是不好錢的 不要緊 傻瓜 人情世故績混帳 現在包括我兒子也是 現在這群男子就是這樣 你這群男子 你這群男子 我老婆是混蛋 我老婆明明要去韓國 我老婆去到韓國 我老婆去到韓國 我跟大家說過 我老婆去到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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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抱著兒子在那裡 就是這樣中意出來的 所以老婆說 對 我現在聽你說 馬上馬上把他推走 不是真的不行 你又懂得去接受別人的人情 你老婆去接受別人的人情 你就找人笨蛋 沒有找錯 這就是重點 聽不聽到啊 桑波 那時候你說 如果政治論是應該給他的 別人都要人情 你不要接受 你接受完 你老婆去到韓國 這件事情 現在是時候 其實所有事情 我不去用鬼 我都不去質疑 我不要說 其他事情不要說 什麼沒有錢 我都不說 我都說到口邊 我跟大家說過 我留了幾百句 我是留了幾百句 如果說出來 我想你馬上跪下 連包館阿波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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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不到 我們現在客家樓 我說的 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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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明白 錢從何來 我真的不明白 不說那些 我只是說這件事情 做人處世 其實他什麼都不要說 所以說服不了 網上有些人挺他 挺他 就說自己是講真理 不是講私怨 挺郭文 又是說自己講真理 不是講私怨 多忍言 全為私怨 私怨就要贏 我在社運界有沒有私怨 這個不是我偉大的 我真的就是這樣 我就是操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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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真的操作人員 沒有事 只要別人記住 他心裡然後搞搞我的話 每個人都是私怨 中國人最不好 尤其是香港 不是講政治理念邏輯 是講憑黨 天旗他們這一班 為什麼我不操作他們這麼準 剛才不算很準 因為始終他們是年輕 年輕人是否大了 不是 他們是有犯錯的空間 沒有需要去批死他們 還有些人說 這樣說 當日究竟初一發生什麼事 如果當日你和那些穿著藍色衣服 本土民主前線的年輕人說 你們將會被判暴動罪 有十年監 我不下判斷 你還會有多少人出去衝 很現實的 為什麼 我為什麼可以判斷 因為現在沒有人出去衝 全都縮了 即是說 原局那時候 不是的 我們都會的 你就是騙人 你騙我 因為現在自從你那件事之後 就沒有人出去衝 即是說 你們都不是想著 有十年的判監 你們出來 於是黃毓民抬一抬一抬 整個滿老派的光環擺在那裡 在那個恩時制義 你就應該要好好地去成王成孔 接著他的壓力受得太大了 全部我還有100%同情 即是無論他想不想 譬如他要捧他 他想說不可以 最不堪的就是 在你的Plan B 一出了事 出了第一件事 你就已經沒有出來 沒錯 沒有出來不要緊 你說在外國讀書 一個訊息 一個片段都沒有 你要表現 回來做節目 用一種輕飄 是 剛才是台洋 我們認識他們 我真的祝你們好運 必須讀書 但你讀完書 不代表你2018年1月那件案件 他還說得好像不關他的事 他講到人們屈膠他 就真的沒有這件事 年輕人 天琦 你要時代革命 你敢不敢 我不會逼你去做 但是你 那態度 你說我現在要淘汰 就淘汰 好奇嗎 我都淘汰 你都淘汰 誰不淘汰 沒有所謂的 十年間我都淘汰 但是真的不是這樣的 沒有人出來 錯要認 打要站定 敢施跌 我覺得天琦真的欠了巴哲的交代 因為巴哲真是代理受罪 他現在破產了 他如果不說 我們都會 我告訴你 我對他們的認識 大家說 我可以說 成反後面 如果讓我們難發進去 我一定不會這樣玩 我不是這樣玩法 就算我真的講錯話 我這麼多話 你有沒有選擇 你試試這樣搞我 我不任對你搞 抗爭 但是這樣說 其實對我的認識 對你們幾個人的認識 第二個我不敢說 巴哲奧 其實真的沒有政治野心 他真的叫做幫你的 是 我休息一下 不要再說 不要再說 其實我這個題目 不是講這些的 我是想講 我的題目 是想講為什麼主流傳媒 不斷去做梁天琦應酬的新聞 哦 你兩句都講完了 平常我拖拉布而已 其實當然 難得有個 本土的icon應酬 還不想賺錢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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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老人 你不是成一群回歸 啊 一國兩制 不是 回歸一個禮制 回歸彭定康派 民主回歸派 民主回歸派 其實呢 我要跟大家講 你說我老人好也好 雖然我是獨派 你有真的一國兩制 就自然沒有港獨 你越是沒有一國兩制 我們也預期 你不會有的 在共產黨底下 你怎麼都掩蓋不到 就正如曾蔭權說 真是假的 假的真不老實 好 休息了 大家好我是KC KC推富圖 上個星期 成功 英榜隊入園 打漂亮的一仗 贏了三百多點 這星期有什麼部署呢 記住收看我們 KC推富圖 好